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很重要的情话要写下来送给对方 下班后的两个小时真的对恋爱对婚姻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想是的 四年前他们遭遇过婚姻的危机 谁劝都不好使 铁了心必须要离婚 当时他们经济压力都很大 每天忙着加班 一堆新婚夫妇忙到把家当旅馆 甚至好几天都不碰面 一个早上出门了 另一个可能才加班刚回来 一个早睡觉了 另一个可能才加班刚回来 明明住在同一个家里 生生地弹成了异地链 有一天下班回家 贝贝看到家里一团糟糕 垃圾都在门口堆成衫了 水池的锅和碗也没刷 沙发上脏衣服扔得乱七八糟 他瞬间心凉了 这就是他们没日没夜 奋斗想要的家吗 如果婚姻只是背负房贷压力的话 这种家要他干嘛 给自己添堵吗 这世上遮风避雨的地方太多了 贝贝真是越想越委屈 而大军正躺在沙发上 呼呼睡大觉 他问大军晚上吃什么 大军揉着眼睛笑着说 等你回来坐呢 贝贝没憋住终于发火了 他吵着说 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等着我去做 你下楼扔个垃圾不行吗 你刷个碗不行吗 咱家马桶堵了都是我通的 你结婚了能不能长大点 像个男人有点责任 我跟你谈了这么多年恋爱 不是给你当老妈子的 大军说 不做就不做呗 你发这么大的活干嘛 咱们点个外卖吧 那天吵架升级 谁都没有吃饭 各自生闷气 锅碗瓢盆摔了一地 他不知道他在工作上 受了一肚子的委屈 他不知道他连续一周加班 只是在沙发上打个小盹 后来贝贝蹲下来 一边哭着一边收拾 手就被锋利的碎玻璃划破了 后来大军在楼下抽闷烟 被呛得咳嗽流泪 他们约好离婚前 一起吃个晚饭 那天大军下班早早回家 在家楼下看到 新开了的一家花店 他走进去问 有百合花吗 小姑娘很用心地 给他介绍几个花束 他挑选了一个 小姑娘一边包扎 一边笑着说 送给老婆的吧 你老婆一定很幸福 大军尴尬地笑了笑 花束包好 小姑娘特意问 你要写一张卡片吗 大军说 算了 小姑娘说 还是写一张吧 比起那些嘴上说完 就忘了的话 写下来的更深刻动人 大军想了想 要了一张卡片 写了几句歌词 你可知道我 爱你 想你 愿你 念你 深情永不变 卡片上那句话 就停在了逗号上 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因为他仍想生活继续 也因为这首歌 贝贝最喜欢 是他后面的歌词 回到家 大军敲门 贝贝手里 拿着锅铲子 给他开门 看到一大树板荷花笑着问他 干嘛买这个 大军也笑着说 楼下新开的花店促销 贝贝笑着说 咱们晚上吃酸菜鱼 那一大碗酸菜鱼端上桌 贝贝细心地挑了鱼片 乘在小碗里递给大军 大军知道 这一碗酸菜鱼有多费劲 因为有次他吃鱼 被鱼刺卡住 后来贝贝坐的鱼里 就没有刺了 但是有次 大军亲眼见过 贝贝处理鱼的时候 手被鱼刺扎出了血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婚姻啊 不过是有人提前遭了罪 可惜 生农长白草 总有人问他饱不饱 你爱着鱼肉鲜香 也该爱着鱼骨穿嗓 山雨奔下甲道欢迎 你可以挤持雨中 也可以聚散挥手 倘若地上成河 你要在水里欢喜扑他 要记得 天黑上岸回家 吃了几口鱼 大军去卧室里的一个柜子里 拿出来一个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有一叠各式各样的小纸条 每个纸条上都写着欠条 纸条上写 今天欠贝贝一份多加肉的麻辣烫 落款名字是大军 那年他们交完房租 浑身上下两个人凑不够十块钱 只在一个超市里买了那种五毛钱一个的笔 坐在路边看 大军问你想吃什么 贝贝说麻辣烫 大军问你要放什么 贝贝说要放鱼豆腐牛丸青青肠 我喜欢吃同好要多放 还有培根肉 大军说你要不要加宽粉 贝贝说要 大军说腐竹磨鱼油面紧要不要 贝贝说要要要 说完贝贝大口大口地咬着手里的饼 大军也看着手里的饼 然后他从背包里撕了一张纸条说 等我有钱了 一定请你吃大粉的麻辣烫 肉随便放 然后他写了这张欠条 那天贝贝开心地说 我有全世界最豪华的麻辣烫 真酷 纸条上写 今天欠贝贝一个好看的头画 今天欠贝贝一个围巾 今天欠贝贝一根口红 今天欠贝贝一件碎花连衣裙 今天欠贝贝一次去成都旅行的计划 周末一顿火锅兑写 今天欠贝贝一辆雪佛海 今天欠贝贝一次去游乐园玩 今天欠贝贝一次一起回她老家 结婚四年 所谓忙生孩子的计划一推再推 所谓忙 大军欠了无数的空头支票 他没要求他去实现 他却总以为还有时间 可是工作哪有个头 大军读着一张一张的欠条 读到这一张的时候 眼泪哗啦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条上写 今天欠贝贝一个婚礼 贝贝转过头 抹了抹眼泪 又转过来头说 你快吃鱼吧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那年大军和贝贝走出民政局 贝贝挽着大军的胳膊 特别地开心 一直笑 大军不解地问 你傻笑什么 贝贝笑着说 不知道 就是开心 大军说 对不起 现在岗位竞争 这个职位对我很重要 婚礼咱们退后再弄 让你受委屈了 贝贝笑着说 嗯 我等你 大军在一张纸条上写了 今天 欠贝贝一个婚礼 落款名字 是大军 贝贝问 你说我穿红色的气袍好看 还是白色的婚纱好看 大军笑着说 都好看 贝贝说 你说 以后等咱们有钱了 办草坪婚礼怎么样 一大堆气球 还有白鸽 在婚礼进行曲中起飞 旅行婚礼怎么样 我想去西雅图 大军说 都行 你说了算 贝贝说 那你也要发表一下意见呀 时间一晃 所有欠的账早已混乱 微笑欠的眼泪来偿还 一个日渐失望 一个日渐遗忘 自转往复昼夜 公转轮回四季 哪来的什么原地等你 河流夏天充盈 秋天干枯 你年少时说的我爱你 哪管得了一辈子 能陪你走到最后的 才是最好的 大军说 不如我们修个长长的婚嫁 把婚礼办了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你别哭啊 你别哭 贝贝一边哭着说 你居然怎么这样啊 我都想跟你离婚了 你还拿这个聊我 大军说 去进了门的老婆 再弄丢了 多混蛋呀 你觉得究竟是什么 正在影响着 我们婚姻的质量 精神同步 在婚姻中 彼此欣赏和成长 在婚姻中保持忠贞 三观一致 拥有共同目标 并愿意一起努力 包容体贴 经济稳定 有责任感和承诺 并履行 其实这些是基础 就像你涮火锅 汤体的质量很重要 蘸酱是配合 涮什么 看心情 进入一场婚姻 选对锅底 很重要 这是你的品味 你是什么样的人 吸引的 就是什么人 聊得来 聊很久 你愿意听一个人叨叨 而忘记了 夹锅里 你最爱的鱼丸 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时代 因为逼婚 因为年龄 因为身边的人 都结婚了 催生了很多 低质量的婚姻 就是我们通常 意义说的 搭火锅日子 他们看见 一口热气腾腾的锅 就围上去了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围上去 因为很多人围着 他们也就跟着围了上去 只有少数人知道 我要吃火锅 真的有那么多的人 迫切地需要一场婚姻 来掩饰自己生活的尴尬吗 因为凑合 多少人放弃了 继续追逐爱情 说好做彼此的天使呢 怎么一转身 你入了厨房 系上了围裙 饱含热泪地 把自己的翅膀红烧了 红烧就红烧 为什么不放点糖 最后 苦了自己 怕孤独终老吗 难道 跟一个不爱的人 一起老 不是更可怕吗 三十岁以上的姑娘 如果婚姻质量低 一定会在午夜 梦回的时候后悔 那个彻夜交心 却错过的异性好友 永远不要为了婚姻而婚姻 而忽视了自己的感觉 只有结婚后才会懂 真正影响婚姻质量的 是生活 琐碎的生活 比如下班后的两个小时 你跟爱人说过多少句温柔的话 做过多少温柔的事 你疲惫不堪的时候 仍想对一个人像 那才叫婚姻 我猜你不怕与这世界万寿为敌 怕的是 推开门 碰到一张冷冰冰的脸 多少婚姻扛得过大风大浪 却扛不过下班后的两个小时 推开门 一大堆造性的事儿 接踵而至 你能招架过来吗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才深刻理解 后来的大君跟贝贝 为什么那么的幸福 那个出门前的吻 是给那个即将奔赴战场的人 一身铠甲 那个回家后的抱抱 是给那个凯勋而归的人 满身温柔 一段感情 哪怕吵架 他会有他自愈的方式 一定是两个人 在漫长的生活里 达成了一种默契 不必道歉 不必原谅 用爱去回报 我们也一定会在漫长的生活里 忘记我们说过的很多话 但是那些留在纸条上的情话 永远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当初爱得那么浓烈 像是一锅沸腾的汤 因为爱 所以这汤里算什么都好吃 爱 一定要用爱去回报 别用抱歉 对不起 原谅 这种看上去 就很伤心的词 感谢观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